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九十三集 老曾说 老同下午两点左右到 到计程后去文物局开个会 晚上要跟咱们一起吃饭 特意说一定要你也来 我答应了一声 吃饱了饭又躺在沙发上发呆 我想我爷爷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黑白无常拘了他 他已经走上正道了 难道中间出了什么变故 导致他的魂魄又走失了 就算是这样 他也应该成为孤魂野鬼 我的招魂术也应该能找到他 可现在 是我怎么做法 都难找到他的魂 唯一的解释 要么他魂飞魄散了 要么 他还活在人间 以我爷爷杨二先生的名头 即使做了鬼 恐怕也绝不是一般的鬼 要让他魂飞魄散 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还活在人间 可人死后再还阳 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当初要不是李半仙中途接下我 只要我跟黑白无常进了阴司 我就还魂无望了 所以我爷爷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我也不敢大包票 下午 我又在老曾家睡了一下午 期间 小文溜出来 看了我一回 给我带了许多好吃的 安慰了我半天 虽然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 说了许多词不达意的话 我对他的真诚啊 还是非常感激的 下午五点多 老曾接到佟教授的电话 佟教授在我们继承最高档的饭店 金江大饭店宴请我们 我和老曾到了饭店 佟教授早早的就等在包间里 佟教授一见老曾 就觉得老曾憔悴了 精神没上次见面好 老曾原原本本把他遭遇的怪事 告诉了佟教授 佟教授大为吃惊 让老曾脱衣服给他看后背 老曾脱下衬衣 露出结实 但已经显出老太的后背 佟教授看后 惊叫一声 说道 天下竟然有这等奇事 老曾 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老曾摇摇头 说道 唉 没必要去了 这种事 医院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倒是小护士小文 查的挺靠谱 这一句话 就点到点子上去了 佟教授说 小文那姑娘的确是个奇人 有机会我还想拜会拜会她 不过今天咱们见面主要谈的不是这个 而是明飞古墓 我们的工作组已经进入现场进行勘测了 各路专家也在继承聚集 据有关专家研究表示啊 这座奇特的明飞古墓发掘 将对考古界带来巨大震动 有业内资深通行贡献了部分资料给我们 我觉得很有用处 老曾听说明飞古墓又有新发现 一反脸上的沮丧表情盯着同教授说 老同 你们在资料整理上有新发现了 快跟我说说这事 明飞玉尸可困扰我很久了 要是能解开这件奇事 要我死 也死得安心了 同教授摁着老曾的肩膀 让他先坐下冷静一下 这道我们这次专家碰头会上 有各类明史和考古专家 提前做了完善的资料筹集工作 有位老专家还特意找来了明飞刘南的资料 发现刘南的女儿永福公主 曾被明世宗嘉靖皇帝册封 封号为幽明公主 这个封号非常吓人 想来嘉靖皇帝封他这个封号 必定是有原因的 我和老曾都吓了一跳 幽明在道教里 以为九泉地府 也就是阴间 明朝崇尚道教 对幽明之事格外在意 嘉靖皇帝册封流南的女儿 为幽明公主 不可能是巧合 其中必有深意 我和老曾都呆了 通教授说 据说永福公主进过一次皇宫 当时啊 嘉靖皇帝有位堂兄弟 与他争伟 失败被杀 后来嘉靖皇帝有段时间做梦 总是梦到这位兄弟 这精神也日渐变差 御医对皇帝的病情是束手无策 刚巧啊 永福公主跟几位姐姐进宫面圣 皇帝亲自在养心殿款待亲姐妹 永福公主见了皇帝磕头后 就说皇帝后面跟了个人 小公主的这句话 可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当时宫殿内除了几位姐姐和皇帝 连小太监和宫女都退下了 贵为九五至尊的皇帝身后 怎么会有人呢 我和老曾听同教授说到紧张出 注意力全被调动起来 我的心思也由爷爷的离奇失踪 放到明妃小公主身上 殿内的人都不信 于是小公主就会声会色的 把她看的人描述给皇帝听 皇帝只听了几句 就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都吓贪了 你到皇帝身后站的人是谁 原来她就是与嘉靖皇帝争权失败被杀的王爷 嘉靖皇帝一直对她又愧又恨 所以小公主一提到她 皇帝就吓得半死 小公主描述的特别详细 把王爷落魄阴毒的样子说得清清楚楚 嘉靖皇帝听在心里 明白是有冤魂跟着她 便找来有道知识开谈作法 法事过后 皇帝的噩梦之急 这才消失 老曾说 这永福公主 就是因为这个 才被嘉靖皇帝册封为幽冥公主 而我则想到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 皇宫中能人一世无数 却没一个人能看出皇帝身后多了个人 以当时情况推断 宫里能开天眼的意识必定不少 却没人能看到死去的王爷 想必这王爷并非一般的鬼 这种连风水阴阳大师都看不见的鬼 能让永福公主一个小孩看见 说明这小孩必定非同凡响 他很可能就跟小文一样 拥有一双贯穿阴阳的无极田野 想通这一点 我心里一阵激动 同时又隐隐觉得很不对劲 总觉得哪里非常不对 通教授说 永福公主被册封 还是后来的事情 听说宫中又发生了一些怪事 都跟永福公主有关 皇帝册封永福公主 并非为了感恩 而是听了当时阴阳道士的话 觉得这丫头有问题 想以此镇住她 我想 永福公主的母亲刘南 与嘉靖皇帝生母 蔡氏本就有见细 后来发展为大仇人 皇帝最后弄死了刘南 永福公主也跟着一起陪葬 跟这件事 一定有着关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风水鬼诗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童教授说 皇帝命人修造明妃古墓 就是为了朕明妃母女 而并非单单为了母亲菜事 整风吃醋 出口恶气 嘉靖皇帝堂堂九五至尊 不可能为了满足母亲 一时私欲 而大费周章的整流男母女 这里面牵扯非常大 据说呀 永福公主在宫中闹出了一件大事 这事情大到几乎颠覆江山社稷 嘉靖皇帝动用宫中数数能人 都镇不住小小的永福公主 所以听了一位能人的建议 造出了这座明妃古墓 跟明妃古墓一起建造的 还有明显灵和另外一座建筑 据说呀 这三座建筑内藏玄机 就为了镇住小小的永福公主 一宝诸家江山 我听童教授说的神乎其神 对这事啊 有些不以为然 不就是一个小丫头吗 就算他真的拥有无极天眼 还真能颠覆大明王朝 还说老童学术做得好 我看很扯淡吗 童教授见我们都很狐疑 又说 你们听说过 岩浆的寒风古寺吧 那座古寺 难找到任何修建的年代 据那位学者考究 这就是嘉靖皇帝 派人秘密建造的寺庙 建造时期 与明飞古墓 明显灵 时间一致 更重要的事实是 这三座建筑的总设计师 是一位奇人 他叫廖民 是位风水大师 嘉靖皇帝 十分信赖 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的祖先 是一代风水奇人 廖宇 这廖民啊 与杨义公 赖步一 曾文参 并列干南风水四大宗师 也是天下风水四大派的大宗师 这廖民 虽为女流 风水术 却是出神入化 据说 他独造的三座建筑 环环相扣 中间藏了天大的秘密 此事 关系极大 我听说这廖民的祖先 跟我家祖先 杨义公 齐名 不由一惊 童教授说完后 我和老曾大大开了眼界 我以前蜀目寸光的以为啊 天下风水流派 唯我阳门才是正宗 是天下风水最大的流派 后来听我爹说 风水江湖上还有赖氏一族 也是风水正宗 童教授的这番话 可算真正让我开眼了 原来啊 这风水江湖上 有四大流派 分别是杨 赖 曾 廖 四家 每家又是各有特色 我现在知道了 赖家出了木子 廖家在明朝时期 出了个廖民 而阳门好像能人极多 且中间矛盾特别复杂 我到现在 都对他们之间的关系 知道的很少 就剩曾家传人 不知道是谁了 童教授对我说 小大师啊 我们现在唯一找到四大门派的能人 就是你了 你是正宗阳门之后 一身风水绝学 拨大精深 到时候破着明飞古墓 少不得要你帮忙啊 你可要给老头子我这个薄面啊 老童夸得我非常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呢 不太喜欢听这种场面话 我本事如何 自己心里清楚 别说大师了 在风水上 充其量就是个打酱油的 只知道皮毛 不知道骨子里的东西 这条路对我来说太长了 我才走上去没多远 九席间 童教授让我们配合他们工作 这必要的时候啊 以工作人员的身份 下到古墓中 参与明飞古墓的挖掘工作 我跟老增都答应 酒席散了后 童教授回房间休息 我和老增回了老增家 老增沿路跟我探讨离奇的 幽冥公主事件 说同时被盗 必定有因 老童知道的那段秘史啊 想必只是赵老太爷 盗明飞墓的人也知道 据说那人是省城里的大人物 也不知道他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要是能挖出来 对整件事 势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我心说 谁说不是呢 这个大人物连赵家都记得 可见实力非常强大 上次在赵家老宅里 大公子赵廷如 与赵司令吵架 言辞之间 我听出来赵公子 可能已经投靠了省城的大人物 以赵家与大人物的世仇 赵公子的这种做法 就有些认贼作妇了 这件事背后 肯定有巨大的秘密 只是 我们这种局外人 很难猜测到而已 童教授说 韩风古寺与明飞古墓 明显灵都是一个时期的建筑 由风水大师廖宇的后人廖民 独造 这几座建筑啊 不在同一个地方 却又修期相关 中间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 八十多年前 赵司令受省城大人物指派 盗窃明飞古墓 窃取了明飞玉师 二十多年前 我爸和赵廷如 墓子等五人深入韩风古寺地宫 几度出生入死 甚至折损好几名高人 都没解开 韩风古寺地宫之名 我爸因这件事 退隐风水江湖 从此放弃 桀骜不驯的性格 甘愿做一位 普普通通的公务员 忘了所有往事 难道 这两者之间 有着某种联系 这么想起来 我就觉得这个思路非常靠谱 二十年前 我爸在江湖上名头正下 他能接这个任务 就是受了某个大人物的恩 意外的是 赵廷如这样的人 也被指派参与这次任务 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 指派我爸的人 与赵廷如背后的大人物 是否是同一个人 我越想越可以 觉得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双大手 在操控这一切 我爸和赵廷如 都是目空一切的高人 再加上 厉害到恐怖程度的墓子 这大人物的来头 就非常可怕 回到老曾家 我给我爸发了个短信 问他当年 指派他参与 寒风寺地宫行动的人 到底是谁 短信发出后 我左等右等 都没收到我爸的回复 我知道 我爸有顾忌 又给他发了一条 带劝说的短信 我爸给我回信说 不要多问 这个人 我不能提起 我不死心地 想问清楚事情原委 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直接挂断 再打 就关了机 我了解我爸的性格 他对人一向真诚客气 手机24小时开机 半夜有人找他帮忙 他穿上衣服就走 根本不可能做出 挂人电话的举动 面对他的亲生儿子 他还做出这种举动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大人物 的确是个不能惹的人 晚上啊 我一直窝在沙发上 想我爸和赵婷如 背后的那个大人物 把我这段时间 遇到的所有事情 凑在一块儿想 想从里面理出思路 却发现 线索太复杂了 很多处都好像 被人为的扯断了 让我没办法理出一条 完整的线出来 快十点的时候 我看了会儿书 就准备睡觉 这段时间 生物中被严重打乱 导致我精神状态很差 老灯就更别说了 从饭店回来后 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照镜子 还拿相机 让我帮他把背上的蝴蝶斑给拍下来 上网找高人帮他看 这也算是病急乱投医了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